大家好,我是老罗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二三四五五种 木工里边非常常见 并且容易上手的材料连接的方法 其实在木工里 材料连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不同的连接方法呢 对不同的工具和木工的经验 也是有不一样的要求 今天我分享的这五种连接方法呢 简单易学 非常适合木工初学者去掌握 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能对正在开启木工爱好的你有所帮助 在分享连接方法之前呢 我们先来快速的聊一下 关于木纹的话题 记得我最开始做木工的时候呢 我选择了用钉子来连接两块材料 像这样 就是把两块材料对齐 然后呢从这里打两个钉子 但是很快呢我就发现 这种连接方法其实一点都不牢固 原因在哪呢 是因为每一块木头它都是有木纹的 比如说这块木头 它的木纹现在是横向的 也就是说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木头像什么呢 就像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 如果我现在连接木头的方法是 这样连接木头 从这个地方打钉子的话 它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就意味着我的钉子 是透过这块木头打进这个木纹的 也就是说呢 我这个钉子是这样打进木头的 这个木头的木纹 其实中间有很多细小的这个缝隙 所以你直接朝着木纹的走向打进去一个钉子的话 你依靠的就是钉子和木纹之间的这个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其实是非常的小 所以从这里打钉子的连接方法 其实是非常不牢固的 相信在这里呢 有些朋友就会问了 如果在这里抹一些胶水 然后呢 把这个木头盖在上面 再向里面打钉子 会不会就牢固呢 在这个地方抹上胶水 然后再往里打钉子呢 确实会让这个连接处相对来说牢固一些 但是呢 其实也起不了特别大的作用 原因呢 就是因为 即便是我在这个上面抹上胶水 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有很多的洞 这个胶水直接就会渗透在里面去 你粘在这个细小的这个木纹上面的胶水 其实真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不过现在市面上呢 有一些胶是专门处理这种情况呢 就是把这里抹上一层胶 然后这个胶呢 就会把所有的这个缝隙啊 这些洞孔啊来封住 然后呢 就可以抹这个胶水 然后再进行固定了 其实第一种连接方法 相信大家都可以猜得到 就是这种直角连接方法 然后呢 从这里打两个螺丝 这种连接方法真的非常简单 两块木头放成一个直角 然后呢 从这里打两个螺丝 这个连接方法的好处呢 就是它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螺丝呢 它是直接朝着木纹的走向打进去的 所以这种连接方法相对来说呢 不是非常牢固 当然了 你也可以在这个胶盒处放一些胶水 但是其实这个胶水 并不能对它的这个牢固性 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从这个木纹 直接打入钉子 或者是钻入一个螺丝的话 它起不了很大的这个固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木纹的侧面去打入一个螺丝 这个螺丝呢 会紧紧抓住这些木头的纤维 这种连接方法呢 就非常的牢固了 下面这种连接方法呢 比第一种要更加的牢固 并且呢 从正面和侧面看 和第一种是一样一样的 这种方法呢 就是用 所以刚才的方法呢 是从这里直接打入一颗螺丝 然后这个螺丝呢 就会直直地打入这些木头的这个木纹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更牢固的这个连接方法的话 我们需要让这个螺丝 卷入这个木头的横向纤维 像这样 这个就是我上次和大家分享 并且推荐的这个斜孔器了 这个斜孔器的作用 就是帮助你非常简单的 做一个斜孔在你的木头上 这样你就能很方便的连接两块木头了 这个就是pocket hole连接方法了 这种连接方法呢 相对来说比较牢固 而且非常容易去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给新手推荐木工工具的时候呢 我非常推荐这个pocket hole这个 有一点我想提到的就是 大家注意这个pocket hole呢 是这个角度打入底下的这块木头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角度呢 是因为这样打进去的螺丝 承受螺丝的两边 都有很多的这个木头的纤维 如果从这边打pocket hole呢 螺丝打进去是这个样子的 和刚才往这边的角度来相比的话 这边承受螺丝的这个纤维就少了很多 所以从这个方向打斜孔螺丝呢 对这个坚固的程度呢 可能会大点折扣 第三种连接方法呢 应该是我这五种方法里最最坚固的 就是运用 Darwals 好了这个方法的第一步呢 就是把两块将要连接起来的布头呢 先暂时固定在一个台子上 然后呢拿一个钻从这里打两个孔 然后打这个孔的时候呢 尽量保持垂直 因为如果太偏的话 最后从底下这棍木头打出去了 这都大家做得到 最后有的话 但是就是说 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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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碗 Card é比较硬 É比较均勾勾在 这个多出来的小木块呢 如果你有手锯的话 可以用手锯把它锯掉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上台锯 这个就是用达沃连接的两块木头 第四种方法呢 虽然没有达沃那么坚固 但是我个人认为比达沃更容易去做出来 就是加一个spline 好了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锯片 调到差不多一半的位置 像这样吧 然后锯片和挡板之间的距离呢 调到差不多这个材料的一半左右 这应该差不多 好了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小木片在这就可以了 虽然没有达沃迈的 这个小片就是刚才做的spline 这个小片可以卡在这个里面 然后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个spline木纹的走向 大家看是横向的走向 因为这种横向的走向 如果你这么着掰的话 它不是很容易被掰断 所以这种木纹走向的spline 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连接处 起到更多的固定作用 像这样 第五种连接方法 就是把刚才第四种的连接方法 弄得更美观一些 45度斜角加一个spline 好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45度斜角加一个spline 是不是很好看呢 好了 这些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五种简单易学的木工连接方法了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熟悉和掌握这五种不同的连接方法 相信这五种方法呢 会给你的木工带来更大的乐趣 好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给我留言 也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的木工DIY越做越好 我是老罗 See you next time